我相信咖啡在前面積超過160公斤 是向來最重要的股經濟生涯 翁妮在春天後咖啡香每一粒咖啡酒店 應該要開出麻麻的白色咖啡花 不過去年冬天沒落後 一直到沒錢也都沒好醉 我相信公司很關心咖啡開花結果的情形 發現咖啡酒店嚴重欠醉 希望可以進手向頂級單位來歡迎 不補了 開鹽也不補了 你看這火都不正常的火 已經很嚴重了 影響到所有咖啡人的生計了 這片咖啡放在海北關島大約500公斤 而且是種在檳榔廚家 符合咖啡需要生長的環境 不過差不多有半年都沒落後 目前很多咖啡酒都已經出現孝安軟化的現象 酒所開出的火 火板也都很悠 未來很難順利釣過 像它缺水的時候 正常的葉面 它有水分的葉面 它是 葉面是朝旁邊發展的 現在這麼久沒下雨之後 它葉面缺水之後 它會往下面發展 再嚴重的話 整個葉面會變黃 甚至把葉子都掉光 甚至會影響到整棵咖啡樹的生長 整棵會死掉 今年咖啡樹的花板不單是水 但是我們的薄薄 後來應該是這個葉子也會出現 所以今年咖啡樹的災害 其實很嚴重 已經這麼久沒落後 不能讓咖啡正常的生長 然後開花幾乎都開得不好 甚至於因為沒有下雨 它的葉子都已經有開始乾旱 然後造成葉子已經都是枯萎的 凋謝的情況 那我們也很怕會影響到後續的開花結果 會影響產量 所以我們現在先做關注 然後也會先跟我們上級機關來報備 然後請專家來研究 看這樣子後期的發展會是怎麼樣 郭仙鄉所說的經過表示 目前郭仙鄉會加比三地 從海白500公圈到1000公圈都有 飛機尾二月到五月 如果市場沒有河水來灌溉 強行連國海白的也都會受到影響 香港所有市場來關心 也會向上級來歡迎 和相關的農政單位 協助解割問題 記者環隆坤插風報導